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怡 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上星期的收市情况 美国金融战亦日日美股半日市 三大指数全面高收 随着更多制药商发布正面的 新型肺炎疫苗研发消息 加上美国传统零售销售旺季展开 在疫情下电子商务销售额有望增加 都对大使带来支持 道瓊斯工业平均指数繁复高收 指数一度升143点 从上30,000点以上的水平 收市报29,910点升37点 升幅有0.1%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3638点升8点 升幅有超过0.2% 创在收市新高 纳斯特克指数再破顶 升至12,236点 即市新高 收市报12,205点 升111点 升幅超过0.9% 亦是收市历史新高 看个别股份 苹果升0.5% 亚马逊升0.3% 总结一个星期的表现 道指一个星期首次突破3万点大关 道指和标普500指数累计都升超过2% 纳指升3% 看美国预托政券的表现 ADL个别发展 腾讯ADL教本港收市价升近1% 折核布588.67 汇控折核给本港收市跌0.75% 中移动跌0.53% 中联通升0.6% 中人寿升0.47% 中海油升0.08% 中石化跌1.11% 中石油升0.2% 在乎欧洲股市的表现 欧洲主要股市上升 受到疫情的影响 欧元区11月的经济景气指数 錄得7个月以来首次下跌 大市场普遍预期 政府将推出更多刺激措施 憧憬夏年经济或可以加快复苏 倫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报6367点升4点 凡兰克福德指数 收报13335点升49点 华尼克指数收报5598点升31点 坦白有价 市场焦点主要集中在下星期初 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举行的会议 普遍估计将会推迟明年的石油生产计划 纽约旗油结束连续四天的升势 纽约旗油每统部45.53美元跌0.18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每统部48.18美元跌0.38美元 坦白金价 金价失守1,800美元 市场寄望经济在新型肺炎疫苗的接种推动下 可以快速恢复 带动股市上升 资金流出避险资产 纽约期间毋安市报1788.1美元跌20.4美元 看美元回价 美元跌至3个月的低位 美国正局明朗化 新型肺炎疫苗延发有进展 都降低市场避险需求 投资者转向风险资产 美元指数低见过91.756 其后报91.788 跌幅近0.3% 美元本月以来 累计跌超过2% 大宗商品货币上升 新西兰元和澳元分别触及超过3年和9个月最高位 最新美元回价 港元7.7511 日元103.85 欧元1.1971 英镑1.333 瑞士法郎0.9035 家元1.2985 澳元0.7406 偶元0.7043 美国国库债券 10年期债券报0.84 30年期债券报1.58 这个时间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6911 升18点 各企指数最新报10834 升44点 大肆成交站123 3亿左右 这个环节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